记者姚月红台北报道,台北市东区一间韩市热炒店,周末夜发生酒后闹事案,一对年轻夫妻带朱幼儿与家人举行庆生餐会时,其中24岁严姓妻子已因酒醉大闹餐厅,警方到场制止,她竟入骂远警并推拉远警,警方带人管数十,28岁临姓丈夫竟出手阻挡远警, 警方将两人依防害公务及损罪先送办,两夫妻背上靠带往警局,酒醒后都表示很后悔,据先生表示,她太太每次喝酒后,情绪都很激动,她当时也是劝老婆不要再闹了,两人才吵起来,严女酒醒后则对当时状况表示不激动了,也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很抱歉。 警方调查,昨天凌晨零时许,有民众报案有人在中校东路四顿216巷一间韩式餐厅闹市,线上警力赶往现场,发现是严姓女子先与临桌酒客因敬酒发生冲突,净狂砸店内的酒瓶,甚至在临客离去后,仍与丈夫激烈争吵, 园警到场正要排解时,没想到严女竟然情绪激动,不断辱骂并动手推拉园警,警方虽予以告诫,但严女仍不罢手,警方立即将她逮捕管束,没想到逮捕女方时,丈夫也动手推达园警,警方将两人兜上靠带回警局, 这对夫妻的遗岁幼儿则由亲友带回照顾 部份委